在上海阳高南路地铁站附近 一名衣衫褴褴的流浪汉连日来火爆网络 这名流浪汉叫沈薇 虽蓬头垢面 却可以用标准的普通话 讲左传上书等内容 被网友封为国学大师流浪大师 3月21号记者在现场看到 该地铁站附近的一栋门面前 已围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直播达人和网红 鉴于近乎失控的场面 沈薇躲进了一家正在装修的店铺内 据了解 沈薇1993年从上海某区审计局并修至今 26年来一直过着靠捡垃圾的流浪生活 不过单位按国家规定 每月及时发放了工资 对此沈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也提及了单位让他并修的原因 因为当时涉及到一个原因 就是我每天下了班之后 都要把整个大楼的每个垃圾桶都要翻一遍 就是把里面我认为有用的都挑出来 本来这件事实际上是我从上班 第一天开始就这么做的 但是一直没有被人家知道 但是那一次被一个纪律检查委员会的 一个接待站的一个女的知道了 没想到她告诉我原来单位之后 他们做出的结论是 我脑子有问题了 那么她说你现在不适合工作了 你回去吧 沈薇说自己离开单位后经常在大街上捡垃圾 由于经常把成代的垃圾带回家 引起了家人和邻居的不满 就这样她开始过起了无家可归的生活 这一过就是二十多年 在流浪的这段时间里 除了捡垃圾 沈薇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 对于这次成为网红 沈薇表示自己完全没有预料到 至于网络上质疑其炒作或合作的传闻 沈薇均予以否认 当时她拍的时候我是知道 我只是说她娱乐一下 因为我想我能产生什么轰动效应了 我觉得好笑 没有预料到 别人告诉我他们直播要盈利 有人说我们是不是合作 我帮你推出来 我说我不懂 我不要 我不需要 我没有授权任何人 我的亲人也不愿意参与 沈薇透露说 目前有不少外地网红 希望能与她一起合作 但是她现在唯一的想法 就是希望有一个归宿 有一个安稳的住所 最主要的就是 不知道这个一段过程之后 结束之后 我能够结束我的动荡的生活 这个窝 我能够有个窝 不要再逼人家赶